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镇子上种起了橙子 这个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地 平时基本上没有人打扰 就算有 也很快就被冷酷叔给赶走了 她的女儿爱丽丝今年已经是18岁 但冷酷叔从来不让她和外界接触 连上学都是由当老师的母亲在家中教学 爱丽丝对此是非常的反感 但却又没有办法 冷酷叔是非常的独断专行 母女俩没少挨她的打 这天冷酷叔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的包裹 打开一看是她的上集寄来的一封信 从这封信我们基本上可以得知 冷酷叔原来曾主持过纳粹进行的通灵实验 而实验成果还受到了希特勒的赏识 长官寄信的目的 除了表彰冷酷叔过去的成就外 还送了一份特殊的纪念品 纳粹十字勋章让冷酷叔保管 据说这是希特勒生前最喜欢的一件工艺品 冷酷叔是受宠若惊 小心翼翼地将十字勋章包裹了起来 然后封在了地下室的墙壁里 画面一转 爱丽丝偷偷地跑出了农场和隔壁村的震态约会 不料没聊了几句就被冷酷叔发现 拽着脖领子就把爱丽丝拉回了家 父女俩是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从家里一直吵到了谷仓 冷酷叔一气之下 一巴掌将爱丽丝打倒在地 爱丽丝也是急了 抄起干草叉就扑向了冷酷叔 冷酷叔也爆发了 一把将爱丽丝的头摁在了水槽里 随着冷酷叔的爆发 封印在地下室的十字勋章 也冒出了邪恶的黑气 这股黑气穿出了地下室 钻进了冷酷叔的脑袋里 冷酷叔变得六亲不认 活活地将女儿给淹死 随后恢复理智的冷酷叔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但大错已经铸成 他赶紧手忙脚乱地处理起了女儿的尸体 冷酷叔的妻子花婶 见女儿久久没有回家 很是着急 他问冷酷叔是怎么回事 冷酷叔只回答道 女儿是赌气离家出走了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一个月 花婶警也爆了 群人骑士也登了 但还是没有女儿的下落 悲伤的花婶是每天以泪洗面 这天花婶正在地里整理花圃 正在给果树喷农药的冷酷叔 突然哮喘病发作 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花婶看到赶紧就跑了过去 然而他并没有救冷酷叔 而是将喷农药的管子 插进了冷酷叔的防毒面具里 将冷酷叔活活地给堵死了 干完了这一切 花婶收拾行囊离开了此地 接着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了现在 女主是一名大学生 从小父母双亡 和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女主在网上找了一份 临时保姆的工作 由于工作的地方有些远 她的好朋友真真爱恋恋恋 提出陪着女主一起去 随后他们开车一路辗转 在一个大农场停了下来 没错 这就是冷酷叔的房子 现在的主人是强泥夫妇 他们在网上说要出趟远门 所以需要将女儿小花 交给女主来照顾 但女主并没有见到强泥夫妇 小花是由他们家的保姆姐带来的 女主也很奇怪 他们家明明有保姆 为什么还要雇人呢 接着梅姐将小花交给了女主 恐惧的看了一眼房子 然后就溜了 真是个奇怪的人 其实梅姐已经好几天 没见到强泥夫妇 而那个招聘信息是梅姐发的 原因就是这两天 她在家中见到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当然这些事是不能和女主说的 不然谁敢在这里干活 不过好在小花还是比较懂事的 小花热心的给几位大姐姐分配了房间 而这时 珍珍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的门 虚掩着 就想过去看一看 结果被小花给阻止了 珍珍问为什么 小花只说爱丽丝不愿意 结果作死的珍珍等小花走后 还是没忍住进了房间 这里和其他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布置看上去像上世纪60年代的风格 到了下午 女主准备了一些点心 带着小花和几个小伙伴们 来到了农场的中央草坪进行野餐 大家每个人都聊得很开心 只有珍珍像是着了魔似的 走进了一旁的骨仓里 接着一双鬼手突然从水槽里伸出 将珍珍的头给拽了进去 幸亏小花感觉不对劲 及时赶了过来救了珍珍 小花告诉大家 珍珍冒犯了住在这里的女鬼爱丽丝 爱丽丝不喜欢生人在此 不过大家呢 只是当孩子说的玩笑话 并没有当一回事 晚上女主和珍珍几人在家里闲逛 然后就来到了地下室 在这里发现了原主人冷酷叔一家的照片 珍珍是有些慌了 这照片上的女孩就是自己幻觉中看到的样子 难道小花说的都是真的 这里真的有鬼 不过大家依然是心很大 就算有鬼也不能耽误自己睡美容觉 到了半夜时分 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梦乡 一个鬼影进入了爱的房间 然后爬进了她的被子里 这一幕似曾相识 直接拷贝了当年嘉耶子大神的招数 然后爱就这么悄无声息的领了盒饭 而另一边的珍珍起来上厕所 在路过客厅时 一把摇椅自动摇了起来 隐约的上面坐着一个鬼影 而卫生间里 珍珍看到了墙上有一句德语写的警告话语 正要研究上面写这是什么 那双鬼手再次出现 直接就扭断了珍珍的脖子 接着连连听到外面有动静 也出来查看 隐约的看到走廊的镜头 一个白衣女人正在用脑袋撞门 连连用手机一拍 这个景象就消失了 但拿开手机 这个景象再次出现 这时连连手机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刚要去捡 结果就和女鬼来了个美丽的邂逅 然后这三姐妹就此都团聚了 女主这边虽然是后知后觉 但为时不晚 拉起小花到处躲藏 结果在车库看到了小花死去的父母 原来小花的父母早就被爱丽丝给害死了 接着小花说道 这个爱丽丝已经彻底的愤怒了 咱们是跑不出去的 女主说自己在地下室里 看到了一个十字勋章的图片 这个十字勋章代表邪恶的纳粹力量 一定是他们这两天的举动触动了这个十字勋章 这才导致了善良的爱丽丝鬼魂变得邪恶而具有攻击性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勇敢的面对 我们越勇敢 十字勋章的影响就会越小 接着两人手拉着手继续狂奔 好不容易快要跑出大门时 女鬼突然出现 将女主给拖了回去 小花则在危急关头被塞了出去 她是一路狂奔 拦下了一辆汽车 好巧不巧的是 司机正是女主的男朋友小帅 小帅让小花躲在车里 自己单枪匹马的去救女主 这边爱丽丝的鬼魂并没有进一步伤害女主 而是把她拖到了地下室 女主抬头一看 破裂的墙壁里出现了一具干尸 这正是爱丽丝 原来当初冷酷书将女儿的尸体藏进了地下室的墙里 爱丽丝的鬼魂受到十字勋章的影响 变得时而邪恶 时而善良 现在由于女主的勇敢 十字勋章的力量变得很虚弱 所以爱丽丝又恢复了理智 她将女主带到这里 只是想让人们发现她 然后将其安葬 这时小帅跑了进来 女主来不及解释 跑出了房间 小帅还想着在房间里逛一逛 结果十字勋章再次爆发 小帅果断的被爱丽丝的鬼魂收了房 故事居然就这么结束了 本篇又是以纳粹希特勒为卖点 但其实关联并不大 就是一部普通的凶宅闹鬼片 里面有些桥段尽管涉嫌抄袭 但氛围营造的也算不错 作业抄得很认真 最后的结尾 有些草率了 拉低了评分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